各位同学好,我们来到Chapter 37 这个关于Factors Affecting the Rate of Reaction 根据Syllabes,我们要学四个Factors 包括第一个就是Concentration 第二个就是Termature 第三个是Surface Area 第四个就是Catalyst 有和没有影响Rate of Reaction 当然Syllabes要求我们要懂得用Graph去分析结果 所以我们很着重比较 即是透过Concentration,Termature,Surface Area 或者有还是没有Catalyst 大还是小,浓还是稀 你要透过一些数据 透过一些Graph 透过一些分析 去比较到究竟是否快点 还是慢点 当然这个是建基于我们上一课 36课的基础 所以我们已经是透过量度Volume Presure,Mass,Color Intensity等等的东西 去尝试去拿数据 去将那个速度Rate of Reaction 把它量化 去到最后这个Chapter 37 我们需要去解释它 就是去解释到为什么会快了 不过你有没有留意 Syllabes里面四个Factors里面 你只需要解释头三个 最后那个Catalyst 我们会去到第六本书 我们才去解释的,行不行? 好,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 Factors affecting the Rate of Reaction 我们发现原来当那些不同的化学反应 它们就有不同的Rate 当我们去改变它们不同的Conditions的时候 它们的速度也会不同 那当然有什么Conditions 我们有四个Conditions 包括Concentration 包括Temperature 包括Surface Area 还有最后包括有没有Catalyst 这些Conditions 好,所以我们就逐个说 举例子和看它们的数据分析 好,那我们来第一个就是Concentration OK,那我们发现 我们先做个结论 我们发现当Concentration增加的时候 我们发现速度Rate of Reaction 这些Conditions就会增加了 那为什么呢? 那我们去到这一课的后半段才可以解释 好,那我们讲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个结论 我们要真的要有那个context 就是有那个处境才可以的 那我们就来一个最经典的案例了 就是Calcium Carbonate 就是和Hydrochloric Exit反应了 那我们发现这个应该不太熟 这些化学反应 不是这一课学的化学反应 OK,我们由第几本书开始学 其实第1A本书已经学这个Calcium Carbonate 它就是了 不,就到了第2A本书可以去学学 好,这个Calcium Albionate 遇到这个Hydrochloric Exit的时候 你有没有留意他出 sahos 这个就是我们上一课 第36硕 我們如何量度它的 rate of reaction,我們當然是取其方便 我們發現量度它的volume of gas,例如會出 carbon dioxide gas 我們發現是最容易量度的,當然你要懂得用什麼儀器 用一個 gas syringe就可以量度到它 我們就要設計實驗了,Design Experiment 設計實驗,你會講到這些情況 今次我們想看concentration,當然concentration 就是reactant,當然就是hydrochloric acid才有濃度高低 Kalcium carbonate是固體,大小小的濃度都一樣 所以沒有濃度高低的分別,所以一定是說hydrochloric acid 如果hydrochloric acid就有濃度的高低分別 所以我們唯一變就是它的濃度 一個是2.00mol per dm cube,另一個是1.00mol per dm cube的hydrochloric acid 如果你會變這個,根據fair test 我們其他因素就要不變 包括我們的Kalcium carbonate要一樣的分量 那分量就不要用amount這些這樣,這樣 general的叫法 不如直接叫它做mars,long mass of calcium carbonate 或者是eco mass,same mass of calcium carbonate 另外那些濃度雖然濃度不同,但我們使用的volume of hydrochloric acid也是一樣的 這裡補多一句,就是in excess 所以這個東西不夠了,Kalcium carbonate就是limiting reactant 不夠就決定一切,所以carbon dioxide gas出多少呢? 就受制於它,你有沒有留意兩個個案 都是用一樣的Kalcium carbonate 所以兩個個案都是會出一樣的volume的carbon dioxide gas 所以你後面看那些圖片的時候,發現它們一樣出那麼多 還有什麼要一樣的呢?還有temperature要一樣的 OK,那就會所有儀器呀,所有那些 Gas syringer全部都一樣 好,那我們發現拿到數據,我們真的量那個carbon dioxide的volume 那麼我們就得到兩幅圖了 那麼我們根據之前我們上一課36課所學的基礎 那麼我們就看看volume of carbon dioxide gas 那麼就against the time了 那麼你發現最開始是最斜的,對不對? 最斜的話,那這個slope,那些點的slope 這條線的點的slope,那就可以有個tangent,對不對? 那應該是tangent,然後就直那三個形 那你就有它的slope了 那麼你發現這個slope其實就反映那個rate of reaction 所以呢,開頭是最斜的,那越斜就代表rate就會越快了 ok, steeper 那那rate就會越快了,ok 所以開頭那些全部最快了,是不是? 那麼你有沒有留意呢? 那個concentration越高的那條線呢? 那些每一個時間裡面你所找到那個tangent的曲線呢? 那個slope都是斜一點的,是不是? 你發現這個是斜過這個的 那麼所以你發現濃度高和濃度低的那個比較呢? 那用回同一個時間去看吧 我清一清畫面先 當然我們用的最多應該就是t等於0的時間 這個呢,找到那個tangent line,是不是? 這條和這條的tangent line,ok 那你發現這兩條的tangent line 其實就我們叫它做initial rate 最開始的時間 那你發現就是濃度高一點的slope就斜一點了 是不是? 那濃度低一點的那個就沒有那麼斜了 那就是反應的rate就大一點了,ok 另外一個角度看呢 就是它完結的時間就會快一點了 所以你發現濃度低的那個呢? 你發現去到這一分鐘就平線了,是不是? 所以它大概11分鐘左右就已經完結了 但是另外濃度低的那個呢? 去到這一分鐘才完結了 這裡要16點幾了,是不是? 16點1,2,3,4,0,4格,是不是? 所以1.5分鐘,是不是? 所以除了看slope之外 可以比較到它那個那個 哪個是斜一點呢? 看到它的rate的關係之外呢? 第一樣東西 另外第二個你可以看到的呢? 就是它那個finish time 什麼時候完結了? 那它們越快一點完結呢? Faster,是不是? 或者不用Faster,Shorter time 這個rate就會快一點了 好嗎?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幾好去比較 你看到它在比較著 Compare,是不是? 有兩條線,那你也要懂得去比較 你不會拿最開始最斜的速度 和最後的速度去比,那就不公平了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fair test 大家要很公平地比較才可以 好,還有一件事我想你留意的呢? 就是它們完結的時候呢? 它們那個... 有沒有留意它們出那個... 不是很漂亮,再來一次 它們兩個的濃度 出來的volume of carbon dioxide都是一樣的 同樣的volume of CO2 那主要原因呢? 你記得呢 它其實是 Kalcium Carbonate 和Hydro Chloride X的反應 就出那個Kalcium Chloride X2O 和CO2 那因為這個呢? 它們說 那這個是不夠的嘛 所以不夠那個呢? 就決定了你那個CO2的volume 這個會變成不同的製成品 但是呢? 我們是... 因為... 濃度就有不同了 這個會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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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2.0 一個是1.0 一個是1.0 是嗎? 是molar 是嗎? 所以呢? 那它那個Mars 是same mass 出來的那個volume 就會same volume of CO2 OK 那我們不如計下它們的rate Initial rate 我們真的量一量 t等於0的tangent line 那個same volume 那個same volume 那個same volume OK 所以呢? 譬如... 我們真的找回這條 它都畫了給你 這條tangent line 是嗎? 另外那個tangent line都畫了給你 它就用了這兩個的直角三角形 去找回這裏的長度 是嗎? 去比較 那所以呢 2.0那個 有根有據的 是嗎? 44 over 2.0 44 over 2 是嗎? 所以就是20 那其實應該準一點的 44.0 over 2.0 所以就是22.0 OK 那你抄回這些單位 cm cube over 5 minutes 照抄制幅圖 好 另外那個呢 就是... 先清一清畫面 另外一個呢 就是這個直角三角形 那就是20.0 cm cube over 2.0 所以20.0 cm cube over 2.0 所以得到就是10.0 cm cube per minute 那你見到這個呢 這個和這個比 當然是這個比這個大 是嗎? 所以這個呢 就快一點 這個就慢一點 OK 那所以我們剛才的結論沒錯 浓度高一點 concentration 越高呢 那個rate of reaction 就越高了 為什麼呢 後面升界 好 所以這裡也是這樣結論的 第二版 是吧 所以那個 increas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exit 就會increase the rate of reaction 好 好 另外我們 溫回上一課的東西 好嗎? 有兩幅圖 其實上一課就單丁看一條線 對嗎? 今課就要比較它們的濃度有高有低 就有兩條線放在一起了 好 所以這兩條線呢 那你發現 flatten off at the same volume of carbon dioxide 剛才我都說了 最後的CO2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limiting的reactin就是calcium carbonate limitingreactin 而這個limitingreactin是same mass的 設計這個實驗的時候 因為exit in excess 所以就算你的exit的濃度高一點 那個number of mode再多一點 都不會弄多些CO2出來 所以一樣那麼多了 所以大家都是100cm cube就完了 OK so we've got the same volume of carbon dioxide 好 第三版了 所以我們不如轉一轉 另外一個化反應 都是出氣體的 這個就是menexium rainbow 就是一條menexium metal 跟著就和hytrochloride exit 這些是很經典的化反應 它就會產生menexium chloride 和產生hytrogin gas 也加回二 又是這隻是氣體 所以其中一種去量度它的方法 當然就是量度它的氣體 量度它的污沙 當然如果它是氣體 我們很多東西可以量度 量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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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上一課我們有說過,蜡蜢很輕的,所以蜡蜢的變化不大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比較喜歡蜡蜢的量度,也是蜡蜢的量度 所以有時候,開頭的時候會溶水,所以你開頭得到的Carmondox,不一定那條線那麼漂亮 可能那條線開始是跌了一點,然後慢慢才會回升 跌了一點,慢慢才會回升,為什麼後面會回升? 就是剛出來的CO2比預期少了,是因為溶了一些落水 但是當它溶到saturated的時候,那CO2已經溶到沒得再溶,它就不再溶了 出來的那些就會跟回正常那條線 所以有時候,如果第二天去問你五星星,問你為什麼這條線最開始是跌了的呢? 期望是最斜的,為什麼最開始沒有那麼斜的呢? 那你就要解釋到,告訴人們CO2這隻gas是dissolve in water 或者Hydrochloric Exit,那隻AQ裡面,是不是? Until什麼呢?Until being saturated,即直至CO2溶到飽和位置,它就不再溶 好,所以回到這裏,所以有時候某些氣體割有優點,你根據36火的案例 其實都足夠去解得通這些東西了 好,我們這一隻東西我們去量度,如果我們這次就用 我們這次的Menexium same mass,如果我們的Menexium是不足夠的 現在不足夠的那隻是same mass 不足夠的那隻是決定那個製成品,決定那個氫氣出多少 結果Menexium一樣那麼多,出來的Hydrochloric Exit也會一樣 唯一不同,我們試試不同的濃度,有0.5,1.0mol,1.5mol,2.0mol 那你發現濃度越來越高,那你會發現他們的slope就越來越斜了,是吧? Stripper了,結果你會發現它的rate就會越來越大了,是吧? 所以你看到我們全部計T等於0的initial rate 畫一條tangent line,一條,兩條,三條,四條 你把這些tangent line看回他們的slope 那當然你可以弄回這四個直的三角形出來,去看回 把Y超過X,你會發現Y越來越大,slope就越來越大了,是吧? 越來越斜了,所以越斜就會Rage越大了,是吧? 但是最後收回同一個,接著我們弄一些貶化 我們看回那個initial rate,最開始的rate 就是T等於0的時間,你會發現 當它越斜就越快,你會發現當X是more concentrated 的時候,越斜就會越快 那跟我們剛才的結論是一致的,是吧? 另外,more concentrated的exit,它們會短一點時間,就會緩 shorter time to finish,所以我們清一清畫面 你會發現浓度最高的那個,你會發現在這個時間 它就緩了,是吧? 當1.5mol那個去到這個時間就緩了,是吧? 1.0mol那個再推遲些,去到這裏就平線了 去到0.5mol再稀的那個,去到這裏就平線了 那你會看到時間越來越退後,越遲,是吧? 越遲,longer time to finish,如果浓度越稀 所以反過來,浓度越濃,它就越短一點時間就會finish 另外,the total volume of hydrogen gas produce the same 為什麼呢?因為不夠的那種是menexium 而menexium是same mass,eco mass of menexium 所以出來的製成品都是一樣的 好,轉一轉,另外一個觀念,這些都是很深的東西來的 我們要習慣一下,所以用心看縮的筆記到背著 明白了,接著背著,基本上我們把旗艦雜症都處理了 好了,今次menexium和hytocoric acid的反應 反應是一樣的,對吧? 不過今次hytocoric acid是不夠了 即是menexium in excess,不夠的就決定製成品了 所以hytocoric acid的濃度就決定於hytocoric acid 現在hytocoric acid的濃度就越來越高 所以要留意,因為它的濃度就是C 乘以V除以1000就是它的數目 當你的濃度越高,然後Volume都是一樣的,每次用這麼多 那濃度越高,你的數目越高 那麼數目越高的話 你出來的數目的hytocoric acid就會越多 那麼Volume自然就會越多 所以你有沒有留意,Volume一直增加 不單止增加,你有沒有留意增加的幅度 比如這個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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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A 你發現是一樣的距離 所以他們增加的都是一倍、兩倍、三倍、四倍 這樣增加上去 OK When the effect of one factor is studied and other factors 例如其他,包括這些Temperature 或者Volume of Exit Volume of Exit 一定要Unchange 這樣才是一個Fair Test OK 好,那不如我們看一個Video 好,這個Video就關於Effects of Concentration on the Rate of Reaction 請留意,根據這個螢光幕 你看到有Hytocoric acid是0.5mol 另外有一卷就是Menexium 跟著你見到,這裡用了一個 Pressure Sensor 就鑊落了它的Data Locker 再鑊落到電腦的螢光幕 是嗎? 那見到這個 Pressure Sensor 就鑊落到它的container裡面 一會兒就將Exit和Menexium混在一起 看一看它用釣魚的形式去做 的同一卷 和Megnesium 和 jet酮的酵和HCl 的酵和是分類同款 其次分類的酵 Connect Sensor 的雰操控器 的雰操控器 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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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使出 電池 是0.1Hz Open a graph display that has a plot of pressure KiroPath 留意他現在設定了100kPa 就是剛剛好 開始的時候就是我們大氣壓力 即是你現在感受到大氣壓力 他就剛才設定了那個時間 就是下多久會量一次的pressure 我們繼續看他的結果 Manesium因為都算reactive 所以有一層保護 Protective layer就是一個灰灰黑黑的保護層包著 讓他不要那麼容易和氧氣反應 所以在用之前用砂紙sand paper 去散走remove那些protective layer 才可以順利和hydrochloride接觸反應 Place the cleaned magnesium ribbon into a dry suction flask Tie a small plastic bottle with a cotton thread Pour 10 cubic centimeters of 0.5 molar hydrochloric acid into the plastic bottle Carefully put the plastic bottle with diluted hydrochloric acid 那你見到他這樣放 就可以將所有chemical放進去 但又未接觸 那你一陣子一凹它 就可以不用急著關掉 因為已經關掉所有蓋 就可以量到T等於0 最開始的化學反應的變化 into the suction flask Seal the suction flask with a rubber stopper and a little vacuum sealant Connect the suction flask to the pressure sensor by using the rubber tubing Put some adhesive around the connecting point to prevent air leak Mix the dilute hydrochloric acid and the magnesium ribbon by shaking the suction flask Quickly start recording the change in pressure with time for about 3 minutes Print the data collected and the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using the data logging software Repeat the experiment 好,那跟著由0.5 現在再做些濃一點 1.0、1.5 molar和2.0 molar 越來越濃 那你見到那四幅圖 如果看回它的initial rate 即是T等於0那個tangent line的縮 你發現就越來越斜了 所以就跟我們的data問 不過留意這次是讀pressure 就不是我們筆記讀volume 不過有一模一樣的糖 都是得到出來的 Lisium and hydrochloric acid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Do you know the effect of concentration on the rate of reaction? 好,那我們不如做一做個練習 OK,Example 37.0 這一個experiment就是 就是星granule Granule都是一顆顆 即是被powder大顆些 0.5mol of the heat 0.05mol of the heat 0.05mol of the heat 那我告訴大家 in excess OK was allowed to react with 20.0cm³ 1.00mol per dmc hydrochloric acid 那就得到這個curve x的圖 Show how the variation of the number of mode hydrogen gas OK 那全部用 number of mode 其實你就不 這裏是一個 他告訴你 是 number of mode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會把它量度 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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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這個結果 還沒問 所以他想問 A What was the total number of most of hydrogen gas form 其實你可以計算 不過首先你要寫一條 Balanced equation 先 好 Balanced equation 就是這個 那你見到就是星和那個 hydrochloric acid 在比2 X2 但是別人告訴你 早就已經說了 星是in excess 的 那就是說另外那種reactant 這個就是不夠了 所以不夠那個 就應該決定製成品 所以我們就計 Hydrochloric acid 那那個 你記得 number of mode 就是C乘V除1000 對吧 所以C乘V除1000 所以1.00 就是這個 1.00mol per dmq 乘以20.0cm 除1000 所以你得到的 就是0.0200mol OK By equation 兩個就會出一個 Hydroin gas 2比1 是不是 所以呢 你得到的Hydroin gas 就是怎樣 就是 除自己 除自己 二乘其 所以你得到的 0.01.00mol 這個就是 Hydroin gas 最多 總共出那麼多 好 B就是repeat 這個就是我們 這課我們學的 東西來的 那就是 現在呢 就用same volume OK 都是弄到的 1.00mol 之前那個也是 1.00mol 不過是Hydro-correct exit 不過這次呢 就1.00mol 的same volume OK 所以呢 你知道same volume same volume 是 same volume 是一個大 Basic exit 所以一個會出 2mol 的Hydroin gas 其實是比Hydro-correct exit 那個 Monobasic 出多一倍的Hydrogen ion 那你知道其實same 和那些 Exit反應最重要的 Ion equation 其實就是和Hydrogen ion 反應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如果去多些Hydrogen ion的濃度 它的化學反應當然是出得快些 好 那 仍然升 In excess 即是說 我們的Exit是不夠的 是不是 好了 現在解釋 Effect of this change On initial rate of this reaction 那你會發現 那個Change是怎樣 Change應該就會快了 那你要解釋的原因 就是為什麼它快了 其實就是因為濃度高了 那為什麼濃度高了 那你就要解釋它們的事實 就是HCL是Monobasic OK 而那個Sulfanxid是大Basic 那所以呢 它們出來的濃度 Sulfanxid呢 其實那個Hydrogen ion的concentration 其實不是1.0的 是2.00mol perdm3 那所以濃度高一點的Hydrogen ion就會發反應快些 那我們把結論說出來 Initial rate increase is什麼呢 就是concentration of什麼呢 就是Hydrogen ion 把焦點放回Hydrogen ion 那裡 就不是Exit就算數了 OK 那所以就出到這個 好 接著是B了 B的2 On the diagram below Draw a curve to show the result 因為你的升值仍然是In Excess 那就是說你的Exit是不足夠的 如果它多一倍的Hydrogen ion 那如果你Hydrogen ion多一倍 你的Hydrogen gas應該就會多一倍的 所以你得到那條線 就應該是比這裡多一倍了 所以A就一樣是A升那麼多 所以不是亂畫的 你要在比例上增加 別人考試才會給你滿分 OK 其實你算得到有根有據的 就是之前的Hydrocorax是0.0100mol 今次你的Sulforex就會得到0.0200mol 所以這個 這個 簡直有根有據 這裡就是0.0200mol 這個就是0.0100mol 好 接著是第六版 例如37.2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有一隻粉紅色的Compound X 它連告訴你什麼chemical都不說 所以有時候我們這幾本書 3C 4A 4B 那些化學反應 其實有時候它擺明出一些你未見過的 甚至連化學反應都不寫給你看 一隻粉紅色的Gasodium 全都塗進去 會慢慢變成Colorless的東西 那就是有一隻東西會由粉紅色 就慢慢越來越淺色會褪色 OK 那涉及顏色的變化 當然我們就用Colorimeter的方法 是不是用Color Intensity 的方法其實就是幾好 那部機叫Colorimeter 是吧 那個方法就叫Colorimeter 要認識一下這些字 好了 他說In an experiment 三個Solium Hydroxide的Solucion Were prepared by mixing different volume of 1.0mol per dm cube的Solium Hydroxide with water 三個不同的Volume 所以呢 三隻不同 當然它們的濃度應該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在說濃度 OK 我等一下再說一下 為什麼一樣濃度的Solium 你用著不同的Volume 就會令到它出來的濃度就會有分別 OK 先看下去 然後2Drops of X 每次都用2滴 那你的粉紅色就每次一樣 所以其實 Same amount Same 每一張Solution都加2滴 X 粉紅色的東西是一樣的 OK 這些Fair test 是同樣的 好了 他就看時間 Taking for the paint color to disappear 所以如果時間 如果時間 由粉紅色變成沒有色 如果時間越長 代表速度越慢 反過來 如果時間越短 就已經變成沒有色 即是反應就很快 其實我們一開始 36課英學 Rate 其實就等於 concentration over change in time 所以時間 和Rate 基本上就是成反比 Rate 是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ime 所以當時間越大 Rate就越小 反過來時間越小 我們的速度就會越大 OK 好 我們看一看那個時間 好嗎 Time taken for the paint to disappear 即是說 變成你發現 這個用second秒的 203秒 就見不到 是吧 所以其實你1over 203秒 其實就反映那個速度了 1over 153 其實就反映那個速度 1over 122 其實就反映那個速度 不是真正的速度 而是反映那個速度 所以基本上 時間越大 就代表速度 就越小 所以當你1over一個大的數字 那個數字自然就會小 是吧 當你那個數字越小 1over的時候 數字就會越大 是吧 那當這個越小的時候 速度就會越大 可以嗎 好了 回到這裏看一看 就是我們的Volume 的速度 它每次的濃度一樣 都是1mol per dm cube 是吧 不過你有沒有留意 混進去的 Cm cube 是不同的 所以你見到 就是 越混得多的時候 應該的速度 就會越多 是不是 再加上 它混了一些水 當然那些水 不是普通水 是一些discilled water 這些很乾淨的水 這些水混進去 它特意砌合 兩個加起來 就一樣 6.0加4.0就是10.0 8.0加2.0也是10.0 10.0加0.0也是10.0 它如果設定了 他們的total volume 是一樣的 就是當你的sodium hydroxide 加上你加下去的水 如果total volume 一樣的話 我們發現 是有一個重要的用途 所以A問你為什麼 為何每次都混進去的水 都特意加上去的sodium hydroxide 那個量之後 是等於10.0cm cube 主要原因就是這個 就是the volume of sodium hydroxide used can represent the concentration of sodium hydroxide 因為其實concentration of sodium hydroxide 其實就等於C乘V除1000 那個就是the number of sodium hydroxide 除了最後的total volume 所以當你除1000和除1000 所以你看到那個C性 你的volume 當然volume就是sodium hydroxide 的volume over到total的volume 如果這個volume 每次都是一樣 譬如這裡 每次都是等於10.0cm cube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的濃度每次都是1mol per dm cube 你會發現 這些全部都是constant 所以到最後 concentration of sodium hydroxide 就會和你的volume 成正比 所以concentration of sodium hydroxide 就會和那個volume of sodium hydroxide 成正比 所以這裡說 volume of sodium hydroxide 就會represent the concentration of sodium hydroxide in the mixture 所以回到頭 我們看看 所以如果你加上 每次都是一樣 都是等於10.0cm 10.0cm的話 這裡的volume 其實就反映他們的concentration 所以這裡 6.0比8.0比10.0 雖然是volume比例 其實也是他們的濃度比例 他們其實就是 約到最簡 6比8比10 其實就是3比4比5 他們的濃度比例 其實就是一直增加 3,4,5 是不是一直增加 不過你不約到最簡 都可以 因為6,8,10 都是越來越增加 所以這個就是有關 接著B Describ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當他們的total volume 當他們的total volume of the mixture 是keep the same 的時候 他們的volume 就會反映 它的concentration 所以它的concentration 一直增加的時候 你發現時間 就會一直下跌 你知道時間 和rate有什麼關係嗎? Rate就是和time性反比的 所以當時間一直越來越小 反過來的rate就會越來越大 我將這兩個關係連在一起 所以當浪度越來越大的時候 rate就會越來越大 OK? 所以我們得到結論 If那個reaction is fast Fast就是什麼? 就是time is shorter is short 越短 the time disappear should be short 所以時間 反過來 如果反應是慢的話 時間就會長 所以這裏其實就是反映到rate 所以得到結論 就是rate 越增加 當什麼呢? 浪度就越增加 這個其實一開始 我們說concentration的關係的時候 已經結論了 為什麼呢? 我經常都說 買過關子後面這份筆記先的解釋 好 那我們不如對一對 practice 37.1 這個其實就是experimental setup show below is used to study the rate of reaction between 有兩種chemical 又是了 連化反應都不告訴你 什麼 最重要就是x 又是y 現在就做三次的實驗 3 trials of an experiment can are carried out in each trial x mixed up with water x混合了些水 當然什麼水呢? 乾淨水 distilled water 第二天考試 寫的時候都不要寫水 寫distilled water 每次都說 你不寫distilled water 就寫我們用另一個 都是很乾淨的水 所以deionized water 都可以了 x混合了distilled water 你會發現 x y 你會發現 我們是把三隻東西 都用到水混合了 你有沒有留意 三隻東西加起來 那個total volume 是一樣的 5加10 5加10 其實就會是30.0 cm3 5加5加20 就是30.0 為什麼這麼巧 不是這麼巧 其實是我們故意 為何要加些水 乾淨水 其實就是用它來 接收成那個Total Volume Quotes Total Volume的好處是什麼呢? 之前我剛剛說過 就是當他們Total Volume一樣的時候 他們的oreros比例 就是那個Volume就會反映了總tit 懂了嗎? 當他們三個都是30公分的時候 你會發現當它們的Volume一樣的時候,X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是一樣的濃度 但是去到第三次,10比5cm³,它們的濃度亦是double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就double了它的濃度 反過來看,Y在第一和第三次,10.0,Volume比例就是濃度比例 如果total volume是三個都一樣 所以第一和第三個Y的total concentration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第二的20比10多一倍,所以這個就double了 好嗎?所以就得到這個結 我們不如清一清畫面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看Effects 當演归星的concentration的時候 我們先看X 你會發現X,譬如我們看2和3 當X,因為我們太多東西變,很難處理 所以我們最好看1和3 你會發現1和3,X就double了,有5變10 這個雖然是Volume,亦反映了concentration 當他們的total volume一樣的時候 剛才說了,好,那為什麼我看1和3呢? 因為Y1和3都是一樣的,所以維持了Y一樣 而X就double 當X是double的時候,你看一下時間 那時間就短了 如果你將1和3的total volume 其實它就反映到Race 1和56 其實你發現1和3的total volume 你得到的時間 其實就應該你脫一脫去 其實這裡就慢了 這個就快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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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發現當它的濃度增加了的時候 就是說當X的concentration增加的時候 你會發現Rate就會快了 Rate就會增加了 清晰畫面,接著我們看Y,如果我們看Y的時候,我們希望X不要變,所以看1和2 你看到Y就由10變成20,Volum就是double了,因為total volume一樣,所以這也是反映它的濃度 所以濃度當它double的時候,你有沒有留意時間,1 over 1,1,2和1 over 1,2一樣,所以就同樣了,就沒有變,這個就沒有變 我們看看結論,所以你剛才說,比較1和3的時候,time becomes half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x increases 那就是說增加濃度X就會增加raiser,就是我們一直說的東西 當看Y的時候,就看1和2,你發現time是沒有變,remain unchanged,所以rate就沒有變 No effect on the rate of reaction 當它們的濃度是double了的時候,增加的時候,但是原來有一些反應就是濃度增加的時候,它未必會快了 當然我們其實很少說這些東西,我們將來會去到第六本書,最後那本書 我們先去處理這些比較深一點的處境,當然我們如果你看看這份筆記 我們說通常concentration增加,rate of reaction就會增加了,通常,usually 但是這裡你發現,就有些不是很正常的情況發生,就是沒有變 OK,不過無論它變還是不變都好,我們就是要用這些數據分析去看 而不是憑我們的感覺,覺得它快還是慢就算了 好,第二條,a student compared the rate of reaction of menexium with hydrochloric acid and propanone acid 那麼,hydrochloric acid就是這隻東西,propanone acid就是三個COOH,三個carbon OK,這三隻,propanone acid那些都是很臭的酸,聞起來很臭 他們same concentration,大家都跟menexium反應 menexium也告訴你,in excess,他們有什麼反應呢? 基本上,他們應該是menexium和hydrochloric acid就是hydrochlorine反應 就會變成menexium異症和出hydrogen gas 所以你最擅長的量度就是量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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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而你的Exit是用Same Concentration,是不是? 有没有Same Volume? 没有特别看,但我估计都要Same Volume,其他因素 其实唯一不同,大家都看路Basic 都是掉一个Hitrogen Iron出来 唯一不同的是这个是Weak Exit 这个就是Strong Exit 所以它脱出来的Hitrogen Iron,一个就是脱掉了单箭嘴 一个还记得,一个就会回头脱掉些不脱掉些 这个就影响你的Hitrogen Iron的浓度高低 所以一个就是高一点,一个就是低一点浓度 因为Strength不同 所以你看到Propernal Exit的那条线没有那么斜 Hitrogen Iron Exit的那条线更斜 当然是在说哪个位置更斜 所以我们在说的是什么? 通常最好是比较一开始的T等于0 T等于0的Tangent 所以T等于0的另外的那条线 这个就是T等于0的Tangent 是吧? 这两条线哪一个斜点呢? 那你可以比较这两条线的Tangent 那当然浓一点就会好一点 好,我们回答问题了 State two factors that should be kept constant in the two trials for a fair comparison 有些什么要keep constant不变的呢? 我们只是变的就是变的Strength 是不是? 就是一个是去到尽的,一个就会回头 一个是弱的,一个是弱的 其他东西就要一样了 是吧? 你看看有什么一样 第一样东西要一样的就是concentration一样 第二你的menexium要一样 是吧? 第三呢 还有什么要一样呢? temperature要一样 是吧? 就是等等的东西 所以我们去看看 第一样东西的temperature一样 你的mess of menexium一样 是吧? 那还有我们后面再学的时候 原来他们的surface area的size都会影响 所以menexium这些固体的东西都最好一样了 那还有你的exit用的volume都一样了 好,跟着B了 有两条线 have different shapes ok? 因为他们的strength不同 how wri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rong and weak exit and explain why 为什么那两条线会不同呢? 所以呢 第一样东西 所以这些提型你要很小心 其实是用一个比较式 所以比较呢 就是你要有这一种 就是他们一个就是strong 一个就是weak 一个就是completely的 一个就是partially的 是吧? 一个就会快一点 是吧? 一个就会慢一点 是吧? faster 一个greater concentration 全部都要有一个比较式的说法 ok? 唯一呢 我要改这些答案 就是我不太满意 它用dissouce的字眼 这些进入大学才会用 dse的字眼很狹窄的 通常用ionize 就不要用dissouce的 因为呢 这两个东西都是monocule 这两个monocule的exit呢 我们是用ionize 就不会用dissouce 就是通常dissouce 就是给那些ionic的东西 比如base sodium hydroxyl 那些才会这样讲 好 这条MC了 consider the foreign information of two reactions involving iron strip strip 就是一条条 那些都叫strip 的了 Ion same shape same size 其他因素不变 那你发现呢 所以是same mass 是吧 大家都是Ion 是吧 大家都是sulforex 是吧 唯一不同就是浓度不一样 是吧 volume也有些不一样 不过你留意 C乘V除1000 就是一样 number of mode 等于C乘V除1000 所以你将50 乘V除1.0 乘V除1000 和25.0 乘V除2.0 乘V除1000 它们的mode 应该是一样的 OK 但你知道呢 我们刚才说的 是很原始的 就是比较好的浓度 总之 浓度 浓度 开始的时候是大一点的话 其他因素不变的话 基本上 它们的速度就会快一点 OK 所以 他问你下面哪个statement 是correct 是吧 所以 它们的initial rate of reaction1 是快 过reaction2 这句说话就是错的 因为reaction2的浓度是高过reaction1 所以应该出来的initial rate 应该是2 reaction2 是快过reaction1 所以第一个a是错的 现在要选择对的答案 好 b sulfrorenxid是limitingreaction 这个就要计下了 OK 我们就要计下 根据iron和sulfrorenxid反应 就会出iron2收肥 和出hygene gas 所以我们就要计下 iron1.0g 所以除回55.8g 就是0.018mol 另外sulfrorenxid 我们计下 这个a1 就是1.0乘以50 除1000 就是0.05 是吧 根据这里 1比1 是吧 所以如果0.018 应该就和0.018反应 所以sulfrorenxid 是应该in excess 是吧 sulfrorenxid 在这里来说 in excess 所以不够那个应该是iron 所以iron is limited 所以现在他说sulfrorenxid是limitingreaction 这样说法也是错 OK 好 那iron是react completely 那是对的 因为根据上面 它是一个不够的东西 所以这条是你要计算一下数的 心在要计算一下数 这些不可以少的 好 最后d greater volume of gas is produced 基本上他们出来的mode 是 基本上呢 我们那个sulfrorenxid in excess 两个都一样 in excess 而iron又一样 所以基本上呢 应该出来的hytrain gas 都是一样的 same的 所以呢 没理由会 greater 所以d也是错 所以the answer should bec 所以the answer should bec 解释 解释